我小時候夢想是當個畫家 這應該是關係到我以前常轉學 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換一次學校 重新認識一批學生 後面就覺得很煩 就懶得在做交朋友的事情 然後就每天下課的時候 把畫車打開 慢慢的畫畫畫畫 不用說話 如果想要來找你說話的人 自然會來找你 好 老高快點 5號桌2號桌 稍比麵包都可以去了 鮑魚 小江好分麵包三個 一個二一個一 鮑魚走8號 8號8號8號 高尾新鮮了沒 一分鐘 好 包間燉花椒跟蒸蛋一起走 所以現在要快斷三份 要多久 二秒 小時候不讀書 也不會讀書 我學習成績就是只要看到我是 第幾名 就知道我們班上有幾個人 眷層喜歡攀比 就是 幾樓的誰家 考試考幾分 幾樓的 什麼什麼 拿到獎學金 那我爸爸從小就知道 這跟我們留家無關 我爸爸他 跟以前壓力也大 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罵我 那時候我可能每一天 都跟沃佛一樣躺在沙發上 第一次工作的時候發現 原來專注做一件事情 你眼前就是一張白紙 你就只要把這個紙的東西畫好 你就把這件事情做到好 專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得到了掌聲 從此 那一份感覺 我都忘不掉 我知道原來 這是成就感 其實那時候坐船到天島湖中央的時候 很難想像到在湖底下 它以前裡面是村莊 現在看到的每一個島 其實以前都是山峰 所以我最嚮往的生活是在 一個依山伴水的地方 開一個小餐廳 餐廳的菜單應該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鮮 所以我去海邊抓魚 我今天想要出山針 我去山上打獵 採摘 我真的想要把那個島租下來 如果能在島裡面開一個餐廳 或者是在島裡面生活一個週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體驗吧 佔島為王 午後 那麼,我有一點 說 老實說 老實說 有些人 老實說 是 中文字幕——YK 我第一次吃鱼子醬的时候 是在15岁的时候 在实习第一份工作 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 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 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 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 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 一咬着咬着 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 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 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 在工厂 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 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 大概两三米长的二十年鱼鱼 然后它们在取完软之后 软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 但是鱼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 怎么样能体现鱼鱼最好的价值 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 它是从鱼鱼籽 然后到鱼鱼肉 还有鱼鱼筋都会用到 然后甚至鱼鱼骨熬成的酱汁 就在我看来 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鱼鱼籽本身 而是整个鱼鱼 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 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 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 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 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 他的儿子在这十多年 到底在做些什么 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 我感觉出他很拘谨 一脚扎在裤子里面 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 我觉得我爸爸的那个状态 他是很努力地想要 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 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 所以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 我可以看得到 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 其实我是发自内心在想要让我爸爸知道 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我第一次工作是在十四岁的时候 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 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 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 它就像个工厂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食材 可能几百条鱼 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 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 当我看到那些师傅 可以五六招杀完一条鱼 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拼命地想要说想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我就拼命地学 拼命地学 不行 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 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 晚两个小时下班 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 后来慢慢地我发现我叔叔可以跟上他们了 一个小时可以杀一百多条鱼 原来我也可以